中午公尺高台一躍而下 挑戰你的聚高極限 刺激程度破表 第一次跳的時候 多少還是會有點 我覺得很有趣 就滿新奇的 因為之前沒有體驗過 類似的設施 高公館去年底推出 體感遊戲樂跳 體驗高空墜落實重感 沒想到卻有民眾 把腰椎給跳斷了 他在跳五米跳台的時候 姿勢不是很正確 他的腳步先著地 就是因為外力的衝擊 導致背部的脊椎的骨頭 這邊有一點 因為衝擊的關機 有一點受傷 去年第一名32歲曾姓男子 以雙手抱腿方式 從五公尺高台跳下 結果腳先著地 姿勢錯誤 腰椎骨折 還好經過送醫治療 只是輕微擠壓 傷勢並不嚴重 就是腿部直接著地 或是說就是身體 直接以垂直的方向 去著地的話 通常那個作用力 會傳導到我們的 身上的骨骼 或是說脊椎 那比較嚴重的話 就是說去影響到神經 那壓迫到神經的話 就有可能會造成說 像癱瘓 或是說肢體無力 等等的症狀 屁股著地 跳的時候腳先抬起來 然後用另外一隻腳往上蹲 然後手打開 像這樣子 那條意外發生後 官方也加強宣導 正確姿勢應該把重心往後 以背臀著地 雙手攤開 乘大字形落下 才能分散衝擊力 體驗高空失重極限遊戲 一不小心就可能癱瘓 半生不遂 除了評估自身狀況 也得遵守遊戲規則 才能把意外風險降到最低 這是陳盛益林正彥五媒宣高雄報導